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娱乐视频 小美好的姐妹片《致我们暖暖的小时光》正在热播 收获了一大波的热血观众 这部主打甜蜜青春的校园题材电视剧评分也不低 这不仅归功于制作团队的精益求精 演员的选择也是十分的讨喜 不仅十分贴近人物而且发起糖了简直太甜 尽管这类题材讨喜但是真正用心的作品却不多 而这部《小时光》做到了 对于青春剧的要求就是简单为主 演员尽量的贴近于原著 一些小的细节做到位就足够让人满意 这部剧中女主的长相并不是十分的惊艳 但是也是属于越看越舒服的类型 男主的人物性格也十分讨喜 高分也是意料之中 女主司徒莫的饰演者行妃长相甜美 乍一看和刚出道时的郑爽居然有些神似 都是十分干净的长相 行妃虽然说长相小巧可人 但是在剧里的爆发力却是十足 网剧出身的行妃一直以来都是出演各种高甜的偶像剧 而她本人小巧玲娄和高冷男主在一起狂撒口粮 长相十分适合这种戏录 秦飞早年间就参加过一年级大学期的节目 节目中因为基础不好的原因 被导师佟大为骂到流泪 后来逐渐成长收获了不少 众所周知 演员沈月也是出演了小美好星途一片光明 不仅上了春晚 而且资源也是好到不行 秦飞也算是重走了她的老路 如今说走红也是意料之中 大家觉得呢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